高云翔性签案也过去一段时间了,不过这个案件还没有审理完毕,如今高云翔还在澳大利亚,很多国内的媒体和网友都还非常的关注,关于高云翔的消息,尤其是很多粉丝,都在等着高云翔,能够顺利的完成案件回国发展。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相信高云翔是被冤枉的,高云翔自从出了事后,就一直没有公开的发言过,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董璇来为他处理一些事情。 这次也是高云翔出事后,他的微博第一次有动静,原来昨天是高云翔的生日,高云翔的微博自动发出,今天是我的生日。 很多粉丝的画风更是让人感到诧异,很多人在底下祝福高云翔生日快乐,希望他能早日摆脱当前的问题,并且一家团聚。 其实,如今这个案件已经平息了很多了,并且高云翔的妻子董璇,已经回到国内工作了。 虽然高云翔的保释条件是,妻子和女儿要和他在澳大利亚一起生活,直到案件审理结束,但是董璇还是可以回国工作的。 董璇回国后被拍到手上的钻戒不见了,不知道是为了低调起见,还是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。 董璇在回国后,心情也不错,还和好友李小璐,以及该为开心的好友聚会,笑容满面,看来高云翔的案件对他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。 董璇除了和好友聚会之外,还开始了商业活动,的代言和拍摄工作,工作是发出他在给粉丝签名,和拍摄画报的照片,看上去董璇状态不错,心情也很放松的样子。 不过董璇目前在国内工作,看来高云翔的生日只能是他和女儿以及妈妈在澳大利亚庆祝了,高云翔这次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渡过难关了。 其实,对于高云翔,如今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很平淡的,有人说高云翔是渣男,但是也有些网友表示,知错就敢是好事,并且说不定他真的是被人陷害的,希望他能通过这次磨练成交起来,不再连累自己的妻子为他奔波,因为董璇看上去真的很辛苦,你们觉得呢?